长相思被曝选角内幕 虚凯词验土山景于正眼红邓维 最近于正又一次公开出手打压艺人了 对象是刚走红的邓维 这一点还挺让人惊讶 之前于正是阴言怪奇讥讽别人 这一回他直接点名了 称邓维居然小派大耍 脾气不好 不来世系之类 而神奇的一点是 邓维与于正好像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过 最多就是与于正的艺人百路合作过 怎么结下这么大的仇怨 邓维火了之后长了不少粉丝 有些粉丝还为他抱不平 跑去于正那里要求他道歉 认为他一个制作人的话会影响昔人的前途 随便智慧太不负责了 有网友还牵出了厂相思的选角内幕 好像起源来自于流量和资源 要知道厂相思 杨子作为领先主演功不可没 成功将这部剧给呆火浪话题和收拾起飞 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抗拒实力 坐稳了九零花套普的位置 实际上长相思这个剧从2013年就开始丑拍了 当年剧组已经进横店致敬 却又撤走了这个项目便搁置了 当时定的男一是霍建华 女一是杨颖 霍建华那是郑红 杨颖背靠华一兄弟 又有黄晓明助力 李他们俩当时的名气和咖位 出演童话的长相思可能心极大 不像是空穴来风 更有趣的是 当年这部剧也找过杨子 让他演啊念这个角色 现在想来 如果当年这部剧没有被搁置 真的让杨颖来演 只会变成又一个云中歌 就不会有今天的长相思了 后来到了2021年 这部剧又开始提上日常 选角开拍 当时女主第一人选就是杨子 长相思作为大女主剧 需要一个国民度高 演技好 收拾号召力强的女星 杨子手握 小蜜沉沉沉进入霜 和亲爱的热爱的两部爆款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除了女主的选角 一波三折 男主的选角也是选而未决 很多人都说 作为男主的张婉一 最初接触到的是 男儿土山景的剧本 而并非是男主苍玄 当时张婉一作为 刚有些姓名的小生 能接到S家的男主 可能性极小 2021年 张婉一因为觉醒年代 稍微有些知名度 后来又因为草王 在B站的剪辑 让很多人意识到 他古装好看 而长相思作为 腾讯S家剧目 平台重点项目 再加上女主是杨子 制作方不太可能 可以到当时 还没有当过 过男主的张婉一 递男主的本子 太过冒险 再加上张婉一 最近的采访也提到说 观众看了B站的剪辑之后 都让他派个 谈恋爱的古装剧 后来经纪人就给他 递了长相思的剧本 本来准备 谈个甜甜的恋爱 但后来没有想到 演了这么虐的 这让刚走红的 张婉一演男儿这个决定 更像是制作方会做出的 因为一开始剧方 看张婉一长得秀气 是想让他演徒山景的 不过是装后发现 他气质拼音 更适合男一号 小妖的哥哥 他自己也更中意这个角色 于是最早就订了 张婉一演男一号 双方都很满意 只不过当年 对男主的选角 传得最多的就是徐凯 徐凯出道依旧 且是九五当红小生 拥有一定的人气和粉丝基础 他当长相思男主 还是比较合理的 再加上徐凯和腾讯 合作的剧很多 徐凯近几年的戏 基本都是腾讯的 千古绝尘 赏识 乐游园 爱达尔巴定律 雪英灵主 仙剑六 你比星光美丽 包括正在和杨子拍摄的 陈欢镜 都是腾讯出品 而玉政之前也多次斗路 想让旗下一人 跟杨子合作的想法 说杨子的戏好 所以徐凯当年很有可能是长相思男主的第一人选 但最后为什么没演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剧方想让徐凯演土山景 之前徐凯饰演过一个类似的角色 与白露合作过一部古装戏中 角色是比较温和阴柔的 剧方很想让他演土山景 不过他和余政商量后还是辞演了 可能是觉得这个角色太污了 没有什么亮点 也正义如此 长相思一直迟迟未开进 最后经过推荐世纪 剧组将土山景的扮演者放到了邓维身上 而向柳这个角色 举方一开始是想找杨阳的 觉得他的外形是百分百符合 不过杨阳对这个角色兴趣不大 很快就推辞了 杨阳和杨子确实没有缘分 之前的亲爱的热爱的也是杨阳推了 杨子才找来李健 其实不少二线男员还挺喜欢向柳这个角色 毕竟算是美将饭添花吧 戏粉不多 但人设好又中意又专一 谭剑自己是做了十足的准备 才拿到了这个角色 不光是仔细研究了向柳的心境 还自己写了不少心得 其实他的外表是偏远顿的帅气 与向柳精致高冷的外表并不是同类型的 向柳更应该是指环王中精灵王子的感觉 但他还是通过个人的表现 得到了同华和剧组的认可 后续通过个人的演技 让观众认可了他的表演能力 其实业内是认为长相思能成为暴剧 毕竟这种一女四男的模式确实有新鲜感 在题材上有心意 不过业内认为三个男主角可能会红一两个 没有想到这部剧对三个主角都加成很大 连吃水风龙的扮演者都去讨厌的剧也难而了 邓伟知道红力最大 从一个出道两年多的新人 一下子流量上来了 涨了三百多万粉丝 商务都增加了好几个 还有国偶男主角都找上门了 张万一的红力不算多 主要是大众对他的印象是证据小声 感觉他是五个劲动的接班人 这一次长相思让观众看到他的古装 算是戏录上有家长 而谭剑四表面上红力不多 但影视资源好了很多 已经有不少古装的男一号找上门 长相思算是全员上桌 吃到了满汉全息 杨子通过长相思再一次奠定了个人能力 以后国偶S家大女主角 他肯定在第一体队 一个暑假 娱乐圈不少男员冒头了 先是风神的质子团 后来又是杨子的国偶三个男主 一下子流量明星的圈子竞争就更激烈了 他们身上的眼刚 抑郁 斯文 精致 粗犷 各色都有 万子千红的大方一彩 其中 于诗和德薇算是两皮黑吗 一个假期飞升成流量明星 两人之前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状态 这些新进的流量对于小流量的艺人 冲击是相当大的 他们对于已经成为顶流的艺人 是没有什么冲击的 毕竟没有这么一飞冲天 但是对于那些有流量 但还不是顶流的男星 这个竞争就激烈了 比如徐凯是一个流量明星 但他还不算顶流 他之前的影视资源相当好 明显能够感觉出来 企鹅和愚政拼尽了权力去力捧他 徐凯和周冬宇、杨咪、白露、古丽纳扎等都合作过 几乎可以说是 他是女主运最好的男艺人 与主角要么是当红 要么是大前辈 现在还和杨子派成欢季当中 感觉他不红都有点奇怪了 于正是真拿他当亲儿子捧 徐凯拍戏几乎没有空档 自然好到让狗仔都吃惊 他们表示如果没有什么拍的 为了交差就在横店逛一圈 指定能看到徐凯 然后拍几张 徐凯拍完戏后 马上进下一个组他都不休息的 一般别的明星拍完一部戏都会离开横店 回家去休息半个月到一个月 余生目前力捧的就是白露和徐凯 两人是公司的一哥一姐 另外平潭也在捧 有一说一 白露和徐凯的辞职还可以 但外形气质少了一点极确性 娱乐圈可容易找到带餐 与两个人撞脸或者撞气质的明星太多 很多我要觉得白露和刘涛 李清的气质很像 其实白露是好的琴一秒子 他适合大白脸 并不适合反复的装造 余正 非要他在谷物里泡着有一点可惜了 他应该多演一些证据 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子 而徐凯是很适合谷装的 他应该考虑在谷物出缺后 慢慢开始接一些谷装历史剧之类 增强作为野养的特色 而长相思三个新流量当中 徐凯与邓维明显是壮型的 两人身形气质很类似 甚至邓维和谭剑刺不是同一类型 但谭剑刺与徐凯也有一点壮型 两人都是古装美男还有一点娃娃脸 现在圈里面影视资源就这么多 分蛋糕能分到多大 还有评级个人能力了 不过最近长相思确实很火